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莎妈,今天分享个腐食视频吧 我的宝宝莎儿已经两岁了,基本和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了 所以这支视频不是教学,就是想给宝妈们一些启发 毕竟吃什么是我们这一生最难攻克的难题了 无论是几岁的宝宝,还是我们自己 如果还感兴趣今天的主题,就接着看下去吧 今天晚饭是烤羊排,加上烤红薯 这个羊排是我在Costco买的,买完之后回来我就腌上了 就加了点酱油,糖,孜然,然后切了一颗洋葱放进去了 我每次烤羊排之前,我都会把它两面煎金黄的 然后再放进烤箱,那个羊排会特别好吃 准备好烤开 准备点烤蔬菜 羊排,脂肪,蛋白质就都有了 因为这个已经腌过了,所以我只把我和山爸的这个稍微加点盐 山山的这个就不加盐了 我们吃的稍微加一点点 我和山爸的再来点辣椒 这个辣椒一点都不辣 这个是那个韩国辣椒 我之前准备了一些这种小纸 因为一会儿进烤箱是要485华氏度 温度会特别特别高 所以呢这样之后 这样弄上之后它就不容易焦了 放进烤箱 485华氏度 烤8分钟 然后翻面再烤8分钟就好了 完美的时间 真好预热好了 剩的洋葱可以放在上面 趁着烤羊排的时候 给山山做点绿叶菜 就超熟就好了 没有技术含量 这个是今天早上山山吃剩下的红薯 然后跟那个羊排一起热了 主食就有了 打出来翻个面 稍微切一点 有点太大 我会加一点这个garlic goat 它就是garlic加olive oil 然后呢就加进去就好了 最后给它做成个小球 出锅啦 晚饭完成啦 烤羊排 然后呢 菠菜球 主食是最后的烤红薯 完成 耶耶 小组 theorem 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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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今天打算做一个超简单的一锅锅 先煮一点豆腐和玉米 然后呢加点白菜 煮的差不多了 把之前做的冷冻猪蹄放进去就好了 这个冷冻猪蹄在我之前的冷冻菜里头 那个食谱里头有介绍 就是我家每周都会做一冰箱 然后给冷冻起来 然后吃完了 一周吃完了就好了 然后会放这个酸菜 这个sour crop 好啦 再烤个蔬菜 或者处理一下 加点油筋 加一点蛮食用的粉 放空气炸锅里就好了 今天的晚饭 这个是那个猪蹄汤 然后呢 善善比较喜欢分着吃 一会会先给他猪蹄菜菜 然后最后吃玉米 最后喝完汤 然后呢 这个是蔬菜 这个是胡萝卜和烤竹笋 那是啥笋 这就是今天的晚饭 今天晚上想做个牛肉 炒牛肉 因为想让小山和我们一起吃一点 所以稍微嚼一下 比较少 小块一点 稍微腌半个小时 我就加一点酱油 加点糖 加点蘑菇粉 加点这个adobo 加不加都行 我们今天要吃自然炒牛肉 所以加一点自然粒 然后最后加一点香油 把它那个汁水都封住 现在来准备一下菜 这个是刚才腌的牛肉 牛肉需要青椒 洋葱 蒜 还有最后再撒点香菜 然后呢 再想拿肉末 这个是之前冷冻的肉末 然后想赶紧吃了 一半做个豆腐 然后一半再做个芹菜 然后米饭热一下就好 这两个都是冷冻的 好了 现在我开始准备一下菜 煎一下豆腐 芹菜和豆腐做法一样 可以用新鲜的肉末 也可以用冷冻的 配料都是简单的 酱油糖 蘑菇粉那些 最后加高汤炖一下 哈哈 我做饭简单粗暴 肉末炒一切 做啥都一个味儿 这个孜然炒牛肉 是神把最爱的一个菜了 腌好的牛肉 先下锅煸一下 把血水煸出来 放到碗里头备用 再加入青椒 洋葱 蒜片 煸香 差不多了 倒入牛肉 炒熟了 先把宝宝的盛出来 我们再加点盐 辣椒 自然 就可以出锅啦 今天的晚饭 沙沙的菜 芹菜 牛肉 还有豆腐 然后让他先吃菜 最后的是饭饭 然后我们大家都一起吃 吃饭咯 都放些小孩都做好了 是不是 喂 吃不吃啊 干嘛呀 干嘛呀 沙沙 你吃还要是吗 吃吗 嗯 吃吧 哈哈哈哈 怎么那么乖 慢点吃了 哈哈哈哈 呦呦不哭了不哭了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呦呦行了行了 慢点吃慢点吃 不哭了 小嫂你干你 你干干你 行了行了 宝宝不哭了不哭了 行了行了行了 委屈的委屈的 你臭爸爸给咱们拿走了 是不是 好了好了 我们还没吃饱呢 行了 哎呦我的大眼泪 慢慢给擦擦 慢慢擦擦 哎呦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 接着吃 吃肉肉吗 沙沙 我吃 慢点吃没事啊宝宝 行了行了行了 哎呦我的大眼泪 委屈的 啊 爸爸被你扛上来 行了 大伯 行了行了 你打眼睛 巴达巴达的山 你太适合眼穷摇了 哭的梨花呆圆 哎呦 哎呦 行了行了 不哭了 挨得累了 好了好了好吧 怎么了 好了 你很少大声说话 吓着他吧 今天晚上想给沙沙做个隐正闷菜 上回我给她做她特别爱吃 肉类呢 就是虾和鸡翅 然后呢 先腌一下这个肉类 我和沙沙吃饮正闷菜 然后呢 沙爸吃三枝闷锅 其实都一样的东西 呃 蔬菜呢 我给她准备了一个 狮子椒 呃 芹菜 卤笋 还有这个 Brussels Sprout 就是小的那种菜 主食呢 就是南瓜 加 胡萝卜 这个是蘑菇 蘑菇放在这种盖子里 然后呢保存时间特别长 最后再加点洋葱 还有大蒜就好了 都准备东西有点多 但是一挫上就特别简单了 又是我的老一套腌料 就是洋葱粉 Adobe 白胡椒 蘑菇粉 姜粉 蒜粉 糖和酱油 这样就好了 再来点虾 加点白胡椒 点料酒 来点 现在来处理蔬菜了 我一做三枝梦多就会做多 就是特别像五六个人的朋友一样 因为我什么菜都想放 然后就放多了 叉叉 一阵一阵的 有的时候就特别爱吃蘑菇 能吃好多 有的时候一口都不吃 特别神奇 蔬菜准备完了 然后呢就是加点黑胡椒 稍微加一点点盐 然后我会加点这个辣椒粉 但是这个其实一点都不辣的 就是颜色特别好看 最后再加点油 这个油得稍微多一点 要不然它会粘锅的 它和均匀 减肥人是和宝宝吃 到上一步就可以了 如果想吃三枝焖锅的 还要再调个酱 然后呢酱就用 番茄酱 糖 酱油 豆瓣酱 或者黄豆酱 都可以 然后再加点 smoke paprika 这个加不加都行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准备工作有点繁琐 但是 做上就特别简单了 这个是菜 鸡翅 虾 还有最后的酱 最少腌个半个小时 20分钟就行了 如果你要下午没事的时候给做出来 晚上再做也行 我现在就去下午 然后等晚上做的时候就可以了 好了 一会儿我们去多吧 那要开始做饭了 虽然我管它叫饮症焖菜 但是咱们自己吃不减肥的可以多加点油 要不然容易糊过 先把菜放进去给炒一下 把肉铺在上面 盖盖焖12分钟 弄成中火就行了 现在已经10分钟了 因为这个锅要给沙爸做三枝焖锅 然后给沙沙呢 就直接再上其他锅弄一下 沙沙不爱吃那个特别重的调料 就是把这里的东西给挪过来 给沙沙弄 它上回吃了三个鸡翅 不过今天感觉它不是特别饿 你为它中午三点多才吃的 这里再加点鸡汤焖一下 再焖个15分钟 这边呢就加上三枝焖锅的调料 然后再弄10到12分钟 再焖它一会就好了 现在已经腰过了10分钟了 这个是三枝焖锅 沙沙吃的焖菜 好了 今天晚饭成功 这个是菜和肉 这是我给他买的那种豆沙棒 他挺爱吃的 这个是我给他打了一杯芹菜汁 就是芹菜加水 他还挺爱喝的 但是不能先给他 先给他他就先喝这个 就没肚子吃了 好了吃饭了 加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